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天上本没有刻度 看的人多了 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 漆木圆盘边沿 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 另一只圆盘 盘面标示北斗七星 边沿一圈三百六十五个小孔 两盘正中钻铜心圆孔 我们根据五云和木出土的这种漆弦 做的复制键 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 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 是真这样的一个东西 怎么来用 它来进行观测呢 它的关键是铜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 也就是这件东西 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 这样还不够稳定 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富阳 盘面平行于赤道面 指针指向北天极 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 二十八锈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 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 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精度 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二十八锈盘的使用原理 结合一点现代手段 做了一个演示装置 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体A 对应于一个小孔 插上一根小针 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体B 这个相较的地方插上一根小针 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 就代表相距度数 这样的一些观测 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先民仰望天空 低头思量 看似简单的初始 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 改进工具 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这个就是乳银猴木 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 在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 一耳把它竖起来 作用是和这个小棒配合 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夏至 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 日影最短 白昼最长 春分 秋分 昼夜平分 冬至日影最长 白昼最短 再一次夏至到来时 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 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 差值每十九年增加七个润月 以天文定立法 观察气象 雾后 汉代人将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后 春重 夏涨 秋收 冬藏 应天顺时 耕作有节 黎明生活有保障 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 这份阴阳合力 沿用至今 木已腐朽 漆皮残存 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 太阳不够这两千亿颗亮点钟的一粒 天行有常 周而复始 如期而至 视为天地之信 以利万民 生生不息 国报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